比较大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字想放大的话 你可以从工具的选项 的撰写风格 预设是九号字 那我是把它改 大概我习惯是十二或十四 那如果十四的话 假设这样 十四字就大了 OK 所以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可是问题 衍生性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字太大 你变成你的程式怎么样 会有那个折行的问题 可是有同学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按Enter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会把下面那一行 跟上面分开了 如果说你今天 希望把两行变成一行的话 它有个规则 这个规则很好记 请你找到 and的符号 and的符号 其中一个 任何一个都可以 的后面 就是说and的符号 后面的空白 就是and加空白 的这个位置 请你加一个底线 shift就是底线 underline 再按Enter 这个时候你把它移开 它就可以把上下一行 就是同样一行就对了 特别之后 只要找到and的符号 后面的空白 加一个这个底线 underline就好了 这个规则我想蛮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程式写太长 你没有折行 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大概两个可能城市撰写 你们会遇到的问题 另外还有同学说 这个103是不是可以变成 自动去侦测 当然可以 不过我想还是按部就班 我怕一下讲太多 你们可能一下没办法 马上吸收 尤其是城市设计这种东西 有时候感觉好像讲得很少 但一点点改变对各位来说 其实就是很大的不一样 不过我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没什么差别 可是有时候还是要 而且我看了一下今天各位的问卷 那当然我就不敢说一下贸然的讲太多 因为可能 我会斟酌一下 但尽量保持让各位能够了解 然后能够产生兴趣是最重要的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按钮怎么产生 那基本上按钮这个已经做出来了 不过如果我想要把它 假设我重来好了 这个把它重来 重来你可以delete掉 OK 那怎么加 基本上加这个按钮最简单的方法 插入有没有 表单 特别是这边有表单空间的按钮 它有表单空间按钮 跟那个下面有active 记住用上面这个比较简单 下面这个一样可以做出来 不过下面这个比较麻烦 它会牵涉到有关那个什么 事件驱动的问题 那如果你用表单空间这样很简单 它会跳出来让你选就好了 你就可以选 那使用的方法记得点它一下 拖拉一个大小 但多大多小自己决定好了 大概这么大好了 那它就会跳出说 请问一下你要选哪一个聚集 实际上这个聚集名称 它会对应到那个sub 也就是sub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列到这边 所以你有写几个sub 它会列几个出来 那其中有一个是门号 那我们就刚刚那个门号 那我的习惯是把这个门号两个字复制一下 OK复制之后按确定 你想说为什么要复制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什么把它贴上 OK这样就可以少打两个字了 OK 所以目的是少打两个字了 你想说老师傅不要复制贴上 可以啊你自己打也OK 所以为什么sub名称跟按钮名称会取一样 主要是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那我是觉得它设计应该 它应该是更贴心一点 是自动帮你把那个按钮名称改成你 那个sub名称 可是这个功能一直没有 在2013也没有 2016也没有 我不知道 可能比尔盖茨 他已经不管事了 不然现在不 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功能加上去 还好啦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加上去就按一个确定 按钮就实行 那清除的话 那你可以再拉一个 这个OK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清除一样复制贴过来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大小好像不一样大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有空点 直接去把它拉一下 调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 好像怎么调 好像都差一点点 那我跟各位讲一下 好像还是差一点点 在2010以后的版本 他有一些功能 可以两个按钮 可以弄成一样大 但是2007没有 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按右键 选取用右键 这个用左按卡锁键 他在2010的版本 他在上面会有一个格式 他可以让你去调整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调整的话 有个方法了 你可以 我的习惯这样 拿这个怎么样 复制 对 然后再把它贴上 那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没关系 你可以这样 按右键 再指定聚集 再把它改成清楚 这样就一样大了 我想这样复制贴上 一定是一样大了 那至于位置 你可以再调一下 所以这边有个清楚 门号 就完成了 所以如何制作那个按钮 可以大概就是从那个开发的 按钮里面的这边去加 那这种方式是比较正式的 也就是说加进来的这个按钮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功能 那所以就会有同学 不过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正式 我可能是自己用 我喜欢可爱的 我喜欢 就是说轻松的 其实 实行那个按钮 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这边有个插入 有个图案 比如说我要一个笑脸 可不可以 有没有 笑脸可不可以改成其他颜色 可以啊 可不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那个 门号的按钮 可以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之前就有同学说 他不希望让别人知道 他会做按钮 对啊 因为有些人 其实 其实 其实办公室本来就是这样 大家就心机很重 对啊 所以他就做一些 就是比较不容易让人家看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做个笑脸 但是笑脸按下去的话呢 他一样具备有 就 门号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可以用 比较不是那么的 自私化的方法 那你大概自己看懂就可以了 那就是你也可以 再加一个 都可以啦 就是这边也可以加一个 比如说叉叉好了 这边也可以加一个叉叉 清楚嘛 可以换个 看个颜色 那这些都可以啊 他很多样式嘛 那你可以再去移动他 按右键有没有 一样可以指定剧情 所以 以后 按钮可以指定剧情之外 小图示可以 甚至照片可不可以 也可以 OK 所以其实要执行那个 剧情的 还蛮多的方法 OK 所以这样做完之后 这个可以 清楚以后 可以没有问题 所以这边 让各位了解一下 那刚刚主要重点就两个 一个是 设定的部分 记得就是 有个折行 然后这边可以放大 那再来就是说 可以加上按钮 这个是比较正规的 另外可以用一些比较 有一点弹性的做法 比较轻松的方式 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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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